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变了 另外一个三民主义 明星事变 这个又老又穷 人民期待不一样 所以我去高雄时间并不长 将近90万张选票投在我身上 就是怀抱的一个希望 这个希望是韩国一当市长 带来高雄的改变 因此我们把这个现象简称为韩流 事实上就是民心不满 那这场选举最重要它带来的意义在于 未来 现在跟未来 台湾的政治人物跟政党 要如何执政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过去一些很廉价式的 扣帽子式的 意识形态式的选举 获得选票 获得政权 可能会被淘汰 应该要被淘汰 例如 平时不烧香 平时不努力 选举到的就扣帽子 这都是很廉价的 像最近我被扣帽子 被扣的最厉害就是卖台 我去了一趟香港 澳门 深圳 回来就是很简单廉价的扣我帽台 这个卖台 就要把这个金箍咒 戴在我这个脑袋上 因为这个很廉价 可以掩饰过去三年 台湾大多数老百姓 经济上过得非常的困难 很容易就掩盖掉了 事实上很多话在美国讲也不是 不见得让台湾人民觉得很舒服 因为我应该回到台湾来讲 可是你这个题目问的 已经问到的要害了 事实上台湾过去三任总统 大概都是台大法律系的 那三个台大法律系的总统干完 大概台湾的经济跟竞争力 基本上已经残废了 残废了 这二十多年来 事实上我们台湾的鬼混很厉害 我这趟去了新加坡 香港澳门感触特别多 在二三十年前台湾是老大 南韩都抛在很后面 这趟去新加坡国民所得 将近六万美金 香港国民所得大概在四万五到五万美金 澳门国民所得将近八万美金 台湾大概还在两万四到两万五 所以所有的借口都不能掩饰我讲这句话 台湾是鬼混了二三十年 那 为什么会这样 熟练自知 我觉得这个解释的原因都非常的多 但是现况就是如此 现况就是 非常多的台湾人民在受苦 这是现况 大家 有些少数人是光鲜亮丽的 过得很好的生活 但是很多中低收入户 过得苦得不得了 所以寒流 或者说民心事变 应该标志着 未来的政治人物跟政党 要真正真正扎扎实实的站在 民众的利益上来思考 跟民众生活上的福祉上来思考 就是我讲 最近讲了一句话 从厦门学来的 莫忘事实上苦人多 受苦的民众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寒流现象 如果有一点点小小的意义 在于提醒了 台湾当前的政治人物 一定要以人民为本 回到民本这两个字 而不是在权力这两个字打转 然后 不停地用各种抹黑扭曲造谣 继续获得政权 这个将来我回到台湾 会进一步阐述 那目前在洛杉矶 我就点到为止